街头选营,又叫扫街,是一项需要注重的耐心,敏锐的观察力和一点点运气的技术活。 除了以上这三个条件以外,你还可以利用一些辅助手段来提高扫街的出片率,这里有一件街拍导人的神器,能极大的提高你的出片率,它,就是玻璃,为什么说玻璃是扫街神器呢?它有啥作用?该如何使用呢?看完本文,您就明白了。 一、提供框架在摄影构图中,有一类框架式构图,通过对观众视线的选择性遮挡,形成类似于魁式的效果,让观众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主体上,这类构图技法的实现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构建框架的景物,而窗户正是最好的框架,让平淡无奇的场景变得富有吸引力。 如果你想让观众聚焦的足迹本身只有一定的形式埋与高堆比度,透过厚玻璃,让它们的清晰度降低,反而更能够起观众的窥序域,窗外的树影,模糊些反而更让人想看,除了利用窗框构图之外,有的玻璃本身会自载特定的图案或纹理,利用它们也能产生框架式构图,选择本身只有高关注度的景物作为主体,贴近玻璃拍摄。 这样拍,玻璃会很有质感,让观众更有趴在玻璃上窥视的带入感。 二,前景特效把玻璃放在前景位置,透过玻璃拍摄,利用玻璃本身的性质,能创造出许多很棒的特效,改变色调众所周知,改变整体色调,能赋予画面不同的情绪。 比如说,红色代表激情,黄色代表银块,蓝色代表平静,等等。 透过彩色玻璃拍摄,就能有效地赋予画面不同的色调和情绪。 同时,色彩高度饱和的画面,会产生超现实感。 你可以尝试不同类型,不同色彩的玻璃,透过它们来拍摄普通的场景。 会有惊喜的,红色,这普通场景添加了激情的感觉蓝色,让这只哈士奇的神情,充满了忧郁特殊纹路如前文所述。 当玻璃具有规律性纹路时,可以形成近四框架式构图的作用。 但当玻璃具有特殊纹路时,这些纹路本身,就能创造出很棒的特效。 其中,最典型的就是雨天的玻璃,流动的水珠形成了连石性的,不规则的特殊纹路,隔着带着水珠的玻璃向外拍摄。 景物会在水珠和水流的作用下发生变形,光源会变成迷藏的光斑。 比有一般风味,你也可以另品细径,聚焦玻璃表面的纹路,尤其是面纹,不规则的同心状纹路,再聚焦,放大后如土衣服抽象化。 搭配色彩比较绚丽的背景,比如说日落,会产生一种奇异的美,利用倒影玻璃的倒影,也是街拍中常用的套路。 这里说,可不光是人在一边,仅在另一边的对称式构图,也不是照镜子式的指拍倒影不拍实景。 通过不断调整拍摄角度,你可以拍出趋势景叠加的效果,为画面增加纵深感,并提供更多的场景信息。 以下图类力,拍摄的是一名正隔着鱼缸看鱼的女性。 但摄影师通过调整角度,让鱼缸上出现了街道的倒影,既增加了纵深感又补充了场景信息。 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,通过控制曝光和恰当后期,选择性地强调一侧的景物,将两侧画面进行叠加,创造出近似与多重曝光的效果。 三、极高拍摄成功率许多街头摄影师都有这样的体验,出于各种原因,不少人对于镜头充满了敌意。 他们会躲闪镜头,或用手上的报纸遮挡脸,甚至有人会找到摄影师,要求删照片。 但是,如果隔着玻璃这层透明的墙,人们面对镜头就放松得多,很少会躲闪这档。 不少人甚至会放松得和镜头对视,这可能是因为玻璃能有效地隔档生意,阻止物理上的直接接触,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,让人们面对镜头,使能有更好的心态。 如上图,在拍摄前,这位男士隔着玻璃和摄影师对视了两久,如果没有玻璃阻隔,这种行为肯定很尴尬。 他估计早就把视线移开了,当你在汽车、地铁上时,你的面前有玻璃提供阻挡,而车辆的移动保证了面前景色会不断变化。 抓紧这个机会好好拍一拍吧。 节目 接着 说 吃 吃 感谢观看